我们就把你送到哪里 卖给谁 公海 公海上的医疗船 公海上面有船子 每天都在等着买人 你知道买人去干嘛 就是给你活锅器官 你的肾 你的皮 你的心脏 你所有 包括眼角膜 都是值钱的 这就是你们最终的命运 他说你们就是我手上的财产 这是缅甸受害者 逃离现金的真实经历 千万富豪到泰国考察项目 结果却因为一瓶不起眼的矿泉水 被卖到了缅甸东部的庙瓦底 从此开启 畅达一百多天的地域生活 那么他究竟是谁 又是如何逃出魔窟的呢 事情要从2022年将期 8月的一天 某旅行社的老板姓卫林 到云南考察 高铁林坐的杨某 非常热情的跟他打招呼 起初姓卫林还有些警惕 毕竟出门在外 防人之心不可恶 但由于杨某实在热情 为此他只能随便应和几句 当杨某得知 他是旅行社老板后 显得异常兴奋 随即表示 自己也是搞旅游项目的 但是现在国内可以旅游的地方 基本都被开放完了 再加上这几年疫情 旅游业的生意并不好做 这些话可算说到杏卫林的心坎里了 于是两人很快就聊得火热 杨某告诉杏卫林 他正在搞国际旅行 泰国的防疫政策比较开放 估计旅游业很快就重新复苏过来 并详细的给杏卫林 讲解了泰国政府对此的政策 以及他的发展规划 杏卫林觉得杨某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因此听得津津有味 杨某则趁机提出两人可以合作 杏卫林有些犹豫 表示还要再想想 杨某也没有逼迫 而是主动加了杏卫林的联系方式 车子到站后 原本两人不会再有联系 没想到杨某三天两头的联系杏卫林 催促他到泰国考察 杨某的热情令杏卫林无法拒绝 况且他也真的对泰国的项目感到心动 于是就答应到泰国看看 杨某再次热情的表示 自己到时候一定会去接机 作为导游全程陪伴 杏卫林到了地方后 果然见到了杨某 但杨某身边还跟着几个标性大汉 杨某介绍说 这几个人都是他的朋友 因此杏卫林没有多想就上了车 杨某还贴心的递给他一杯水 杏卫林完全没有防备 甚至觉得在异国他乡 感受到了同胞带来的温暖 却万万没想到 这短暂的温暖 竟然差点毁了他的后半生 上车后 几个人一路上聊得非常开心 但渐渐的杏卫林觉得有些困 脑子也越来越不清醒 很快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竟然被带到了 缅甸最著名的园区里 这里与世隔绝 是赫赫有名的黑色集中营 杀人贩毒 买卖人体奇观 这里的罪恶程度 令人难以想象 进来的人不死 也得被扒层皮 很少有人能逃出去 杏卫林瞬间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但为时已晚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何逃出去 中国人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你中国人走在路上 根本看不见的 会分分钟就把你抓走 就像庙瓦底 五万多人 然后真正的 每年能逃回来的 应该不会差个一百 这是缅北受害者的真实经历 他身家千万 却因为陌生人递来的一瓶矿泉水 被卖到庙瓦底 竹签扎手 狗链锁波 彻底与人全说拜拜 成为缅北诈骗犯的小猪仔 杏卫林对缅北遭有耳闻 但万万没想到 比缅北更可怕的是 妙瓦底的黑色产业 他们竟然嚣张到 敢直接将人迷运 强行带进来 为了保命 姓卫林假装顺从 经过几天考察 他了解到 这里一般有两种人组成 一种是顺从的上班族 被当地人称为狗腿 另一种是被抓来后 没开一单 没有诈骗到任何人的 这种没有油水可捞的人 会像个商品一样 在各个老板之间卖来卖去 因此被当地人称为主宰 他们的处境也是最危险的 因为不能为老板创造价值的人 最终都会被送上公海的船 打腰子卖器官 榨干最后的价值 为了震慑姓卫林 原区里的人还告诉他 这里每天都会有重兵 24小时把守 虽然这里距离泰国 只隔了一条小河 但合并一条船 一个保安带着两条狗 24小时在那值班 一旦发现有人逃跑 后果不堪设想 当姓卫林来到这里之前 就有三个中国人想要逃跑 结果一个被当场追回 打断了手脚 另一个被不会水的 华裔保安拉住 两人一起淹死在了河里 而那个保安因为是中国人 所以即使算因公殉职 按照内部的赔偿标准 家属最终也只拿到了 人民币4万多的赔偿 最后一个人比较幸运 成功逃到了对岸 但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泰国军方押送了回来 不仅经受了竹签扎手的追心之痛 还被打断手脚 用狗链锁住脖子 和狗一起关进大铁笼里 等待被送上公海的船上嘎腰子 在这里几乎没有人能够安全逃出去 而这些就是这里的生存原则 幸运林被分配到集中宿舍里 每天的主要任务 就是参加电信诈骗的相关培训 由于她的顺从 诈骗集团很快就对她放松了警惕 并给了她22部手机 以及一大陆相关的资料 让她开始工作 幸运林悄悄藏了两部手机 经过几天的努力 她终于和一个单位上的员工联系上了 但由于两地相聚教员 她又不知道自己的具体位置 对方除了帮她报警之外 什么也做不了 经过这件事 幸运林明白 想要逃出去还是要靠自己 于是她表现得更加顺从 然后趁人不注意 悄悄地观察周边的环境 没想到竟然真的找到了 一个适合逃跑的地方 一个胆大的计划 浮现在她脑海里 她是身价千万的富豪 却因一瓶矿泉水 被卖到缅北地区 竹签扎手 狗链锁波 像个猪仔一样被转手数次 经历九四一生后 她究竟能否成功逃离险境 2022年11月13日 幸运林趁园区的人不备 几突爬到楼顶 从楼顶越过5米多高的围墙 虽然成功翻过了围墙 但她的腿也受了伤 撕心裂肺的疼痛 瞬间穿遍全身 更加糟糕的是 由于腿部受伤严重 她根本就无法正常行走 在求生欲的支撑下 她硬是拖着无法动弹的双腿 爬了半个多小时 才来到十几米外的大树后面 躲过了园区的搜查 幸运林非常明白 如果不赶紧离开 她很快就会被发现 到时候等待她的 正当她不知该如何是好事 一对过路的父子发现了她 幸运林给了他们800块钱 请他们帮忙报警 此时的幸运林还没有意识到 这里的人压根就不值得相信 很快警察就赶来了 幸运林也终于送了一口气 然而她才刚上车 几个警察就将她按在车上 随即将她身上之前的东西 全部洗劫一空 然后转手将她送到了一个 被称为将军的人那里 此时幸运林才知道 自己遇到了黑警 刚刚从一个魔窟逃出来 现在又掉进了另一个魔窟里 虽然将军找人给她简单包扎了伤口 但幸运林觉得 这个将军绝对不是好人 因此她不敢表露任何异常 借着伤势 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逃跑的样子 每天躺在地上 就连上厕所都要靠爬行 因此将军对她才稍稍放松了警惕 很快幸运林就发现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来看她 他们并不是关心伤员 反而像是在挑选牲口 由于她年龄大 再加上腿脚受伤 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买她 不想着逃离这里 但她明白 眼下她压根就跑不掉 而此时将军直接告诉她 她花了30万将幸运林买过来 总不能亏本吧 她给了幸运林两个选择 要么骗过来两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 要么彻底留下来 从事诈骗行业 幸运林不想骗人 但她也明白将军不会放她走 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有一个老板将人放走 那么这个老板就会被彻底封杀 永远都不能再从事这种生意 而这也是为何这里会守卫森严 宁愿将人弄死 也不放弃一条生路的原因 幸运林担心自己再不开单 就会被丢到公海上嘎腰子 于是就表示自己有钱 可以联系朋友给钱 但境外的钱不好进入这里 只要将军放过她 她一定会中奸答谢 为了表示诚意 她真的让朋友转来一万块钱 秉一再表示自己是生意人 只要将军愿意 他们可以合作做生意 将军怕她真的砸到自己手里 于是就同意让她朋友拿钱赎人 经过不断的周旋 幸运林最终用一大笔钱 成功换来了离开的机会 随机她联系大使馆 在各方势力的帮助下 终于结束了这场噩梦般的经历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幸运林的脱险经历只是极少数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尽量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言论 也不要给犯罪分子任何可乘之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